投資朋友禮拜一好 感謝各位繼續收看 敬則解盤 果然是週五有驚 而今天無險 是個有驚無險的盤勢 親愛的投資朋友 禮拜六禮拜天 敬則也陪大家看了一些節目 哇 所有的節目 幾乎全數都說這個叫做M頭 都說這個叫做翻空 親愛的投資朋友 先不要管M頭翻空 等一下我用虛實操盤法 來跟各位報告說 其實很多人以為M頭 吃過麥當勞吃過漢堡 就叫做M頭 哪有那麼簡單 那麼簡單的話 我就不是坐在這邊13年 和我同梯次的很多丟筆的 很多分析師都消失了 我就不能算是資深分析師裡面的長青數 M頭當然不簡單 等一下 你聽我用虛實操盤法 跟各位來做報告 一定有收穫 看節目能夠有收穫 又能夠賺錢 那就是最快樂的事情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的單股沖的朋友 今天盡勇馬上攻上漲停板 另外一檔股票 還在漲停板的一個過程當中 而且我講的這個股票 今天我們做得很好 我自己都覺得有那麼一點點意外 老實說這麼瑕福的盤整過程當中 今天要兩支股票 攻上漲停板 漲停加速才三加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這麼跟各位講一件事 我相信一定是我看對了 我相信一定是我看對了 才會有這麼好的一個成績單出來 各位看到沒有 來1783的何康生 今天仍然是大漲 所以等一下 兩件事請各位來檢驗一下了 第一件事情 我一直還沒翻空 我先跟各位講一件事 我絕對不是死多頭 有人用死多頭我覺得很難聽 我是認為說 這個行情這裡 應該還不是高點 甚至後面都還有一波 我一定有我的理由 等一下我慢慢說給你聽 你不要在這個時候就去放空 我告訴你 有一天真的有高點的時候 萬一真的上萬點 你會不會輸光光 你自己心裡頭想一想 第二件事情 先從短線上面的來來回回 先跟各位再次來檢驗 是不是敬喆每一集的節目 都有給各位收穫 你看節目能夠對 看節目能夠有收穫 你這樣未來跟上去才會賺錢 如果你禮拜五的時候看到很多分析師告訴你 不得了大力光跌停了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辦 趕快放空 我問你一件事 今天大盤660億 亮小空空難賺 第二個只跌五點 連你做旗子你都賺不到錢 親愛的投資朋友 古王跌停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古王跌停為什麼高手要進場 難道各位沒有聽到一句話嗎 當古王跌停的時候 人心患散 全場看空 往往你要記得一件事 阿基斯跪下去的時候 禮虎餅店就重開業了 等到那個最有錢的 等到那個古王跌停的時候 往往就是跌世要結束了 因為古王最有基本面 他怎麼會跌停呢 2474的可成最有基本面 結果那天拉尾盤今天收紅了 所以你在看空蘋果概念股 你在看空大盤 因為蘋果概念股幾乎是大盤的象徵 我就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 表示怎樣 表示你看到的節目 內容深度都不夠 往往你必須要 要空你早一點空 不是這個時候空 說實話也沒多少距離 從這裡到這裡多少 不到300點 這裡到這裡你空下來還有500點 這裡到這裡不到300點 我一直跟各位講 這裡500點這裡300點 說不定下面還有個200點的 這叫做什麼 多頭整理 等一下我們慢慢的來談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因為我講了 你可能也不會信嘛 我相信在網路上 在電視上 很多人留言給我說 老師是不是現在就應該放空了 還有人趕快說 老師你看錯了 一定放空 我現在跟各位講 我就在看看你怎麼寫 坦白說一件事 那些真正用力空的人 我告訴你一件事 從頭到尾最吃虧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 升級股買點到了嗎 唉呦 這也是我們今天節目的重點 各位看到沒有 來 領頭羊 合一 又拉起來了 合一今天為什麼拉起來 因為耗頂先漲上去 4174的耗頂先漲上去 我想這個部分 拓太大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是不是N字形上工 就要上去了 這裡要怎麼整理 整理多久 我什麼時候會出手 我想我們會慢慢的看 好嗎 當然我們知道合一也好 基亞也好 這個部分是屬於來回操作的 像這個就是另類個股 這個就是另類個股 禮拜五漲停板 今天又攻上漲停板了 所以等一下會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在這個盤整的過程當中 我們說過 不分波段短線 不分生技科技 有漲停 咱們就要給它賺 同不同意 注意 別人都說 老師怎麼今天這支漲停 那支漲停 好像每支股票都漲停 他們都沒有講出理由原因 他們也都沒有講出波段策略 我講的是波段上面 這段時間的一個策略 你了解我的意思了沒有 這段時間裡面 區間整理 能夠漲停就好 所以不用鎖定好生技 也不用一定要鎖定科技 我想我講的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當然了這樣子看起來 節目還有盤式會有一點點小亂 小亂 代表這是難盤 代表你不會 代表你會更需要有人引導你 指導你 而我就是相當不錯的人 我想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說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 注意一下下 今天我們要從虛實操盤法 因為有虛實操盤法 來跟各位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真的是做好準備 我們真的對於這個大盤的未來 真的有經驗 我說過真的有經驗 不代表每一支股票都對 但是大方向絕不能錯 如果我禮拜我跟你講 股王跌停咱們就空吧 我告訴你一件事 很多人當天講說是M頭 注意一下下 為什麼這樣的情況未必是M頭 我想我以後再虛實操盤法 會跟你講得很清楚 總之第一個左邊沒過高 那就未必是了 總之第二個假如量縮 那更未必是 那這用未必是是說 因為假如說在這個地方 殺出量也算是勉強 但是各位 這才叫做標準的M頭 通常M頭的話 一定有真正的假動作 這個動作叫做什麼 假突破 所以我說過 一定有虛招 一定有假動作 假動作假突破的情況之下 大家才會上車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說 假如今天這個行情 這裡是過9593點的話 我過高之後再拉回 我告訴你 別人喊多我很空 這叫什麼 這叫虛假的動作 每一次要殺盤之前 一定有拉高出貨 這裡你都還沒上車 怎麼會下車 所以有人跟你講說 這個就叫做M頭 我說你看清楚什麼叫做M頭 來看清楚來注意一下下 真假M頭差很多 來這叫M頭 我看這次跟這個很像 結果後面多少 你不要亂空 漲1300點 你說老師 那我知道這個叫做M頭 這個就對了 這個跌1200點 這中間有什麼分別 你會不會看 我看你們老師都是看到 因為教科書寫M頭 就是要放空 教科書一定只給你寫這個 甚至有些拿指標出來賣 一定給你拿對的 不給你拿錯的 兩個都叫M頭 當我把它折起來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哪一個會長 哪一個會跌 我現在很直接的跟各位說一件事 以後我在我的虛實操盤教學裡面 我一定會告訴你 這兩個之間 當時有些什麼分別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 這個你說叫M頭 我說不是 我說它叫大型的盤整盤 最近會反彈 反彈之後再壓回 壓回之後再上去的時候 你不要後悔說我沒跟你講 因為不管怎麼說 這邊沒有量吧 沒有量你還去空它 今天留下影線你還空它 古王跌停日 大盤反彈時你還空它 很多節目說M頭 我說不是 這絕對是布局點 你說老師 那我到底要聽你的 還是要聽別人的呢 那你先聽別人的好了 你說老師你怎麼會這樣子講話 對啊 別人不是在8月21號叫你 趕快放空生計股 反正基亞還在跌停板的話 你放空成德也沒問題 是不是 趕快賣掉看到沒有 趕快賣掉 至少現股都可以放空 現股放空賠70塊 現股放空賠70塊 今天的投資朋友 我說你不要亂空 生計股會不易轉 當天我在網路上我直接講 8月21號你看清楚 攝影師往上一點點 往上一點點 攝影師看到沒有 謝謝 我說別亂空 生計股會不易轉 當天我在網路上看到 太多人都說 我們現在要空生計了 因為生計股又是主力 又是丙種 又是主力又是丙種 又是炒股大騙局 結果呢 你跑去空了 你要不要去找他要錢 本刊聲明道歉 你沒有錯你幹嘛要道歉 我問你一件事 人家告你一下你就道歉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我說過 很多分析人員不明就裡 甚至想辦法帶你去空在最低點 空在最低點 你吃虧吃得非常大 加上什麼 加上你該賺的錢沒賺到 所以多空多空 你一定要搞清楚 這是最近賣的 注意 從第一檔3176機 各位看一下 8月21號在這一天 我還跟你講說 我和一位呂漢威分析師打賭說 隔天打開 來 從那天開始 一路上上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看你少賺多少錢 從105塊到200塊錢 你少賺多少錢 我還告訴你說 隔天一定會想辦法 200附近賣 我看賣的時候就壓回了吧 我還告訴你說跌了21天反彈14天 這裡到這裡 你少賺了多少錢 我來幫你算一下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實在覺得有很多分析師 你真的回去用電子計算機算 比跟著他分析好 比跟著剛才那個什麼周刊的 他分析要好 答案很簡單 因為他是一個所謂的有漲跌停板限制 他考試沒考過 每一個人都想賣 所以賣不掉 賣不掉的情況下 這是漲跌停板限制 這跟他股票基本沒關係 到了低檔的時候 總會有人受不了 這裡買了6800 這裡買了89 還有3900張在外資的手上 是不是全部都拿完了 他每天頂多2萬張 都已經19631張了 剩下369張 我看通通是我家族買的吧 通通是我家族買的吧 所以我說過 你有GR的朋友 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當初有多少人 第二天已經打開了 第二天還跟你講說趕快賣 如果你賣在第二天的話 對不起 我正好進去買 第二天的價格你看清楚 112.5 我們是在這個時候剛剛好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是在這裡 切一半的時候開始進場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 第四支停板出來了 第五支停板也出來了 哎呀可憐啊 做股票其實不是說做錯的問題 是殺在低一點更慘的問題 然後抓上來的時候才叫你說 剛才摳訊你看到了 基本上該讓你賣的時候 也讓你賣出去 開始不追高 不追高之後我跟你說 後面注意一下下 來後面注意一下下 拉高起來的時候 再叫你賣一下 沒關係 等一下再印證好了 來 拉到這裡的時候 剛好讓你賣出 時間上的關係 我還有很多生計 我要跟你講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從基亞的案例 基亞也是古王 從大力光的案例 你要記得一句話 亮縮悲觀不舉點 我們希望所有朋友 今天願意跟上我們 單股充也可以 甚至跟上我們所有的 家族成員也可以 不要忘記 我們後面還有非常重要的 虛實操盤法 韓DVD 我想這是能夠學得到 又能夠賺得到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家族 歡迎你 我也建議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阿開 海灣城市難得一見的 新疆南園嶺大園 湯泉國際 台灣造政 江南緣林 山海豪景 台北灣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欠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密件事 上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沖第一絕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 是黃老師及20名公里 超越市場去做 韩中九世 TVD課程間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运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运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記聽 請用記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有了 一點點時間再交代一下 來185塊 我跟你說 你不要再追 各位看到沒有 來隔一天看到沒有 來197塊 我跟你說 我要賣了 來看到沒有 跌21天 反彈14天 你說老師怎麼沒有彈回去 100塊錢跌7%93塊 93塊漲回去的時候 才99塊2毛 所以你看漲停板 真的是比跌停板少一點點 所以實在是漲不回去 他必須要12345等等這個方式 我們是不是賣了就拉回 那最近我們正在考慮當中 什麼時候競哲會回去 我想以後會跟各位說 但是至少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能不能做這樣的考慮呢 我還是告訴你一句話 基亞生劑他目前的藥品 特別是他的副作用 比雷沙瓦 比其他的甘癌新藥都更低 所以全世界只剩下他一個甘癌新藥 還沒有放棄 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他期中考 雖然考得並不好 來各位看到沒有 期中分析雖然不如預期 但是期末分析還是很樂觀 這是浩鼎的張念慈董事長講的 你看好人有好報 人家今天股價也是創新高 人家今天股價也是創新高 那4743合一也跟著一起沾光了 OK 基本上來講的話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他講說分析師的 專業水準很欠缺 所以我只能這麼說好了 我知道現在大家都滿 不怎麼樣欣賞投顧的 但是敢跟你說第三期 我認為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成功機會 敢跟你說這種情況之下 竟然還是告訴你說 你看這麼認真去分析一檔股票的 只有我 我相信如果你要選分析師的話 我就直接告訴你就選我 我就直接這樣講 那你如果要欣賞別人的話 那你去好不好 由你自己做決定了 好不好 那這是雲城 我沒有時間再交代了 第一點進去 各位看到沒有 現在目前也是來回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想這個部分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讓你 全部來檢驗 既然跌停打開 有興趣者長期持有請你進來 雲城空手 雲城當時已經空手了 所以重新買進去 這個都可以讓你檢驗 那麼今天因為它行情 還在盤整的過程當中 所以你說 每一檔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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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過程當中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小小的變化 但是我這邊還是會建議大家 兩件事情跟上來好不好 第一個我將來一定用虛實操盤法來教你 股票所長有的時候 看起來是M頭 看起來是M頭 結果呢 有很多分析師告訴你這叫M頭 我說書多唸一點 等一下你就會發現M頭有兩種 一種假如有過高拉回來 那叫M頭不管有量沒量 假如沒有過高 你最好打個問號 甚至我告訴你 說不定這裡整理整理之後 這裡看到沒有 咻又上去 這裡整理整理之後 咻又上去了 這個也叫M頭 跟這個長得像不像 如果這樣咻上來的話 我告訴你你放空的話 你會高到外太空去 所以這叫虛實操盤法 我說過一般指標只會看到10% 因為你看到M頭的話 因為所有的KD指標 RSI指標 你買的軟體的指標 通通都只有價 他看不到量 也看不到所謂的動態性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只能看到股市的10% 所以你看到所有指標全部翻空 你看到好多線全部翻空 其實你看到很多指標節目 今天跟明天股目就倒閉起來 是吧 我只是不想在電視上破解而已 破解 人家也是要用一口飯吃 所以你就自己去想看看吧 我想我講的話 通通都是實話 已經做了分析師 做到現在是第14個年頭了 該講的 我都會講給大家聽 各位注意一下 來 我認為生技股 以後你還是要研究 不管這個大盤未來是怎麼樣 上了萬點 拉回來 你還是要研究 為什麼 因為企業家的第二代 通通都在做生技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無火師的外孫女 這是無火師的外孫女 這叫聖寶希 這是誰 宣長友 他的父親就叫做宣明智 宣明智的兒子 那這個人是誰 看到沒有 台塑王永慶的女兒 叫做王瑞瑜 他現在有一檔新的股票 叫做連生藥 六四七一 你在廣告上面常常看到 長根新藥 你看我到現在還可以抗擾 所以你現在知道 為什麼我會選這檔了吧 他是做醫療美容器材的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以後你還是 你現在不管他 我告訴你 你明年還是要知道 合一到底在做什麼的 你現在不管他 你明年還是要知道 尤其是最近他還有利多 智晴在做什麼的 你現在不管他 你以後還是要知道 成德的佈局在哪裡 我現在就直接告訴你 你看 亞光現在轉去做什麼 做引擎眼鏡 印華做什麼 做引擎眼鏡 前一段時間 生技股在飆的時候 印華沒時間飆 照過來印華沒時間飆 現在是不是飆給你看 前一段時間 亞光人家在飆的時候 沒有時間飆 是不是也飆給你看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是不是也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印華 請你注意亞光 所以我說過 在我節目裡面 可以跟各位講的 那麼我都盡量跟各位說 只是怕你聽不懂 因為生技股 我就知道一支支 你最好電子股 就知道一支台積電 我發覺你的分析師跟你一樣 最主要是你的分析師 找老師 他要知道你不知道的 不是說他知道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他帶你亂衝亂撞 你也亂衝亂撞 帶你最高三滴 你也最高三滴 當然也會撩得分 各位知道嗎 我們家到目前為止 很多人還是對基亞非常情有途中 我們家到目前為止 生計股還是我們的基本配備 來來回回操作是沒有錯 因為它總是不是一路上往上衝 所以我說過包含波段股 我告訴你一件事 波段股我們該有的生計股 我們還是在佈局 短衝就不限了 短衝就不管它了 說穿了一件事情 親愛的投資朋友我跟你說 你想到了沒有 港澳獨賣iPhone 港澳獨賣iPhone只有一家 一定受益 它現在買了香港的另一家通路公司 所以港澳獨賣它當然是最輕鬆的 對不對 同樣的各位 來 電子股最近在流行什麼 流行電腦辨識 我iPhone來了用手簽名 我來認臉 這叫什麼電腦辨識系統 怕什麼 比方說某某大明星 你的iSiri 又被人家解開了 你的裸照 你的什麼照 你的私密照 又通通被公佈出來 所以現在流行電腦辨識系統 還有一句話叫做 股價不會 沒事打底 看到沒有 明天我們來教底部 底部也有兩種 你也要看看答案 到底是不是真的 最起碼這裡右邊有冒亮出來 這個是真的 看到沒有 這個右邊有冒亮出來 這個都是真的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是很清楚的 還有 平蓋股 有人好 有人不好 這支還算不錯 乾脆給你看也沒關係 各位看一下 3406 答案就是他 跟你講一下好不好 你看一下也沒什麼關係 我可不是買大力光 然後各位看一下來注意 生技股 我們這次看好這一檔 我說我生技股能夠很清楚的告訴你 什麼叫做帶狀炮枕器 移植病毒感染 各種淋巴增生 全身增菌感染 膝型感染病毒感染 把這些東西 全部分析清楚的 我看全市場上只有我一個 只有我一個笨蛋 因為我花這麼多心思 反正你想看只是看 今天隔壁那個 好厲害 又漲停這裡又漲停 哈哈哈哈 又漲停 真的還假的 你去把那個漲停板 連連看好不好 十支有八支都連不在一起 今天漲這支明天漲那支 今天這支好明天那支好 今天做多明天翻空 還有禮拜五很多翻空的 今天都不想要怎麼跟你說 不會他會說繼續空 等到被嘎了一陣子 就當作忘記了 所以我最近碰到很多跟錯人的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大部分股票做輸的做棋子 棋子做輸的做選擇權 反正一路嘎到底 反正這個行情就這樣子 來來來很簡單 這裡被嘎忘記了 這裡掉下來就說是真的 等到哪一天又被嘎了又忘記了 哪天掉下來又說是真的 這沒有意義 你有沒有想過 他之前都在漲 這叫多頭整理 如果他沒有這樣哄下來的時候 你自己去看一下好了 我故意放在後面 免得分析師偷看我節目 你會發覺這個KD50形成WD 這裡也快形成WD了 你會發覺這裡是個假M頭 你看到最後一幕的人 恭喜你了 你終於選對方向 歡迎所有朋友 來跟上我們這個高雄氣爆 愛心捐款非常重要的 最新的所謂的最重要的 深化科技低檔布局股 還有什麼電腦辨識系統 低檔布局股 不管我們這裡有當沖的 有波段的 還有我們所謂的布局性的成員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我們二合一 虛實操板法 以及最重要幫您選股的盡責家族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清晨一起發生給住宅的火災 是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快把瓦斯爐關掉 怎麼還有收音啊 快孫揮手出一時 他一偵測到有高溫或濃煙 會隨意發出警報孫暇 後來有時間通知出來 人趕緊逃孫跟他一一九報警 沒錯 而且自己動手裝便宜又方便 安裝住機器 安全無可逼 請購買附有合格標識的產品 並記得定期更換電池喔 欠古當衝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異件事 放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衝第一絕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衝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 是黃老師 集二十零公里 超越市場製作 韩中九世 DVD課程 均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DVD